第十四季第1集第3節剛剛玩完車 不過我們沒有電單車玩坦克車 這次要介紹的SHF兩件 首先要名謝家家園成功地被賭的聲線 好深啊 終於開始墮入SHF的深淵了 恭喜你 真是墮得很深 要不不追,要不追就不停追 其實我很不想有真骨坑 但實在沒辦法 你太漂亮了,真骨 我本身打算是,其實我自己玩SIC 一直都玩SIC的 但沒辦法,其實我怎麼說呢 我沒有分哪些玩哪些不玩 但其實主要是近年SHF的拉打出得很厲害 是 是 他那個點是突然間幾何級的跳 其實我還在什麼,在Drive的時候 或者Forsair那些是完全看不上眼 覺得那些SHF是很差的拉打 然後突然間我公司有一同事很喜歡玩拉打 我看他們在玩追錶 我看那些拉打這麼漂亮 跟我以前玩的完全不同 然後追上一隻,追上一隻,追上又一隻 有一件事想說 其實SHF,特別是近一兩年的SHF 它的質素不是跟真骨差很遠 它的外形都很漂亮 我自己有印象的Shining Form Burning Form 即是Ajito 兩隻其實我覺得都真的外形上拍得住真骨 其實我覺得它拆件方法很接近 真骨就有部份,可能它很有趣 不知為什麼SHF有些大腿可以拉調 真骨有些,基本上全部都不行 因為它跟回人形那個 但其實它的底褲位置那個大腿的波 其實差不多一樣 可以做到 可以拉,可以不拉 然後兩隻拍起來比 其實現在的SHF 因為以前很瘦 現在的又夠大隻 細節又多 而且上色又齊 其實我在想 最重要是什麼呢 其實它的價錢已經追到真骨 炒價真的追到真骨 你想想想 其實我等真骨 你想想真骨 現在還在推出以前的 我現在才推出到電王 什麼時候等到它出錶 不如先玩吧 還有一句你說得對 你這件 正價就五夠幾 但你現在外面都是見到六百八十元 六字頭 聽聽更加不用說 我想找我也找不到 他好像訂到七百八十元 現在都是七百多元 但是我告訴你 這兩隻雖然很貴 但真的是值 一開出來 其實我本身青青 一開頭我不想訂 因為我看到很貴 我還是兩隻Rabbit Rabbits 你有了 區區十二寸給我買這架 對 我有 我後追的 我後追的 區區十二寸買這架 但我那天見同事回來 拿回來 開完之後 很漂亮 很漂亮 但你又後追到好東西 我一會兒就買了 他拿回來之後 我一會兒就買了 想都不想 立刻隔幾天就交收 趁你還有一團火 先搞一隻聽聽 好 那蒙面超人Bill 基本上大家都有追開的話 其實Bill整套東西我都喜歡 整個開放到結尾都沒有特別的故事是步驟 所以我是完全OK 故事我沒有看過 你沒有看嗎 我沒有看 我一直都沒有看 你放心 你不會覺得失望 一邊追 其實我舊的我沒有看 其實我再之前看已經是龍騎 但最近Zero One我又很想看 因為Zero One的設計真的很漂亮 還有皮套很漂亮 其實我以前覺得拉打有什麼不好 他們的大腿通常都沒有夾 所以顯得上半身很障礙 小腿也沒有夾 只是身後的只有一個東西 但現在你看到Zero One的全部大腿加夾 很漂亮 你本身純粹說拉打的設定 Zero One應該都包括平成 都真的數一數二 無論1K也好2K也好 大角也好 本身的設計是很有時代感之餘 還有看上去舒服簡單 你不會覺得是什麼來的 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很棒 純粹說設計 現在看Zero One 基本上是沒有一隻不漂亮的 暫時設定 即是更外附近其出 不破出新造型 好漂亮到呆了 其實最醜的就是她的基本形態 沒錯 剛剛今天出了 可能她的顏色比較奇怪 所以她的白色撞到藍色撞出來之後 她就好像是鋁拉打 她的眼的形狀很肉酸 是那隻隻 但一去到後面 完全已經兩個層次 無論如何 趕緊等她 有機會是最終形狀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我都覺得應該差不多 但現在才三十多集 就是異期差不多 所以一會兒 原本的TV版的Final Form的異期 我們一會兒說 舊細者 好 看一隻TangTang 幾多配件 除了主體之外 當然是她的坦克車 坦克車其實是很過癮 即是她來的時候 因為她想壓縮一點吸索 所以她就拆了 她自己有幾個筍位 那她怎樣擺這隻人 其實很有趣 這個東西很慢用的 你回到家 你任何東西塞下去都很好玩 然後怎樣塞呢 因為我起初看這個洞這麼小 怎麼裝呢 原來她可以這樣打開 然後她裡面有很大的洞 基本上她裝進去就跪進去 但是 這個東西我自己在玩之後 發覺 你裝什麼下去玩 都很棒的 因為她本身的坦克車型太好漂亮 那她裝就拆了幾個筍位 我想起T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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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感都不錯 其實她本身都很實際 不過她滾不滾可以 不滾可以的 那個胎是假的 可惜 但也這麼說 如果她滾可以的話 這條帶又沒有那麼貼 可能會突出四個車輪出來 奇異的顏色應該跟不上 因為她這隻 其實我起初為之一亮的重點是什麼 她的藍色真的很漂亮 因為你看看她是用了金屬藍上色 而且本身黑色當然也是膠 但是你看到金屬藍上色 你根本看上去就完全不會覺得有任何膠的感覺 其實我自己感覺上Bandai 就是現在近期的用色顏色的部分 開始越來越進步 近幾款拉打出的時候 顏色看出來 其實我自己為了顏色才買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藍色 根外父 其實她這個藍色的漂亮的程度 是有一點像磨砂的電鍋顏色 她是很漂亮 因為之前套套的顏色都比較雨 比較雨的金屬紅 我沒想到坦坦出來這麼漂亮 然後 顏色完全是無懈可擊的 那就先動一下她 稍後再搞這個合體 其實可動上面 如果大家有套套的話 其實不是差很多 其實Bild每一隻有個擺筆 或者SHF的拉打每一隻有個擺筆 她的下巴這個位置 通常補料補得很厲害 基本上你沒什麼辦法 補頭補得漂亮 你補頭補出來就會整個顎前 真骨反而真的做到 是嗎 你不要讀我 你要進的啦 沒辦法 遲些先 先訂一下電王 腰部 我想大家應該都是那種感覺 其實向前也不是很多 始終前面有件甲頂住了 甲和腰帶 其實都沒有什麼可動可說 然後手部 那手呢 就合格 一般都是這樣 合格 其實拉打來說 聽聽都叫做瓦炸一點 肩甲的坦克車 又不會妨礙到上臂的動作呢 我覺得是這樣 它動起來 我就覺得 都很OK 例如這些 水平轉 一些阻礙都沒有 向外 也有少少阻礙 其實 我自己看 很多人玩的時候 都覺得 肩甲這兩個 向上不太漂亮 然後我就看到有些師兄 將它這樣轉下來 沒錯 其實看上去 很帥 還有它的坦克車 它又白色 看上去又舒服 又分色 分得不錯 是啊 所以很棒 放上這個之後 又覺得 難得地它的QC都不錯 這隻是 其實這些金屬藍色 本身很容易噴到有色差 我想Bandai當然是專業一點 可能它是掛件噴的 每件噴兩三次 它設定好機器來噴 所以它的顏色很均勻 OK 我們看到煙甲 然後後面 有條錶帶 鯉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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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時王的 其實好像時王的錶帶 它這個位置 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單軸膠 所以你要轉其他方向的時候 你就最好是 小心一點 不要強硬 輕手一點 我都不夠膽 很能力去扭 因為感覺上很脆弱 然後腰帶 這些部分 可以轉 這個一定是 之後 腳 它這個腳 是可以向下拉的 是有向下拉的 但其實它本身拆出來的位置 都很漂亮 所以你說拉不拉 大不大影響 我覺得不是很大 我覺得不拉比拉 然後它抬腳 其實是可以的 正常 再拉起來 再多一點 膝頭哥 這裡還有一件甲補 其實很漂亮 其實是黑膝方的那件甲 正常是黑膝方的那件甲 然後腳腕可動 就少了 不過我印象中記得 黑膝方的腳 向前咬的那一刻 是沒有那麼多的 因為我記得 黑膝方是頂住的 本身這個位置 是頂住的 它這個可以吃進去的 應該是一個進步 我不肯定有沒有記錯 接下來其實它的 Metal Build 我不是說Bandai Metal Build 它那個Metal Build 它的腳跟位 不知道會不會有改良 我想就夠沒有 哇 Bandai 它也是黑膝方 變身 不是 它這件應該不一樣 它小腿隔不一樣 這個九成九起一樣 腳掌一樣 應該這個圈開大了 用來遷就位 沒錯 但是真心它站在這裡 我覺得這隻真的好 確實 加上它這個眼框 周圍的金色 襯出來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上網見 有些師兄披了半隻 紅半隻藍 好想買多一對 削開它之後 將它合併 其實我又塗了一點 天才形容 我真的接受不到 是嗎 TangTang和Rapid Rapids 我真的喜歡這兩個型 但天才 當然型 這兩個型 但是天才有天才的味道 你想想它那個 我想它應該很貴 因為它上色功很厲害 它那些瓶子全部一支支透明 全部不同顏色 是呀 大哥怎麼做 可能那些開價開出來 八百九百元 但是你沒理由不齊 Final Form 對 我自己不喜歡 但我都會買 我覺得這些中轉 Form 你可以沒有 但你頭 Form Final Form 你一定要有 糟糕 我剛剛想回 通常中轉 Form 如果漂亮的我就買 Final Form 我肉酸 除了DK DK我真的接受不到 還有很坦白說 如果你出過純王時王 不過我都不算Final Form 你Gran CEO 我都不會買 純王是TV版 算不算 TV版 你後來都變了 變回馮 Anyway 越差越遠 做事 武裝上面的武器 其實就和兔兔一樣 槍劍 然後它又有支柱子可以塞進去 基本上我想大家都應該未必會塞 因為它做槍形態的時候 這支柱子其實是會塞出來的 所以分分鐘你有時Display的時候 突然間就少一支了 所以我奉勸大家盡量不要 那手型上面其實就沒有新的 基本上都是那些手型 我都很多的 基本上你玩XHTrap 手型都比足你 1 2 3 4 即是包拳頭5對 想怎樣 我們現在嘗試把它塞進去 說就畫邊形 其實就是跪在那裡 對 其實有一點尷尬 我起初看的時候 我心想 這個合體很尷尬 之後 我想一下它本身這麼低預算 然後 我以為它出了產品出來 喂 有多漂亮 不是 其實最主要是 它的產品本身出得漂亮 要拿槍 這個 其實它這個拿槍手本身是挺危機的 所以我奉勸大家嘗試撐開它才裝進去 否則它花的機率是非常之高 而且你本身的劍炮下面有透明件 所以它變得有點尖位 就是走著來畫 而它是 如果真的把手扭開的時候 就從中間那裡抹開 在槍柄側邊的位置試進去 那些蝦東西的機會是最小的 好 請繼續 好 先轉個手 托手 對 這樣就裝回 這支炮了 嘩 你看看哪有樹 這支拉打 多漂亮 這個坑真的很深 看一看自己 你放心 你要入真骨 你不入真骨 你不可以當作玩 我想我看角色 如果它出到我非買不可的時候 都會買 誰為之你出到你非買不可的時候 設定夠型 例如超和和平成我不是一隻種的 有些設計都有點涼 現在看的時候 我未必會買 例如現在推出奧斯那些 我未必會種 我喜歡身上格比較多 例如究極股甲 你不可以不種 全甲夠壯 漂亮 造型 你喜歡什麼 究極股甲 好貴 好貴 我又拆遠一點 講開真骨 我自己的首選 確實是Ultimate Kruger 除了Ultimate Kruger之外 0號也很漂亮 0號也很漂亮 另外 能夠讓我開箱 Y一聲的 是W的Eternal 那個斗篷真是玩到我 真的 我未碰過 真是正得爆 我還未碰過 好像暫時 史上炒得最貴的 真骨 1789 這個絕對不值 沒有了一字 我覺得完全沒問題 但其實我也很開心的是什麼呢 其實他第一隻出的就是響軌 而響軌也是我其中一隻最喜歡的 但我很搞笑 我當年曾經擁有過 之後呢 因為我又不存在拉打 看其他人好像不太好看 之後我就氣了他 而我現在很後悔 我現在十分後悔 不要緊 後悔還後悔你可以後追 剛剛我們試完這個標的TangTangPong 就跳到下一套拉打 是王 不過我們不是說是王 亦不是說逢魔 不過又喜歡又拆開遠一點 真是史上最強拉打 我覺得一定是逢魔是王 最初我仍然覺得是DK 但真的一看完他的能力值之後 根本是奧馬是王 其實現在到01都未能追上 不過其實01都未完 後面那些方的能力值可能有 你要想一想時王的能力和 我很喜歡看拳擊力和腿擊力 因為我未看過 他是比以往的任何拉打都強大的 強大很多 是嗎 你想一想 能夠過百拳擊力的拉打只有三個 如果腿擊力超過300噸的 只有奧馬是王一個 所以你為什麼看大結局 你看了沒有 我沒有看 不是我看過大結局 因為我去到後面 我就不斷去看那些 只是打鬥片那些 因為從頭看很辛苦 你看到奧馬是王一拳一個 final boss不是偶然的 他一拳已經超過100噸 已經等於 超過100噸的破壞力 破壞力 即是他二端那些 全部一拳一拳 除了DK那隻之外 DK只有一腳 DK只有一腳而已 DK只有一腳而已嗎 是啊 而且他那時是在說DK打獨的 然後他一腳而已 但是他要被獨陰了 算是我們越講越遠 說回救世者 這次拉打來說很划算 起碼都叫做Z裝 不是SAD 他如果多給身體就划算 是啊 你不能搞就買兩隻 問題是他不會多給身體 而你亦無從得手這個身體 因為這個身體是有獨特的 這隻腳很漂亮 也是有夾的腳 然後這隻腳是比較粗的大腿 很漂亮這個 然後我那天見同事 拿了這隻腳去配戴Z裝備 因為Z裝備是腳右 雖然不夾 但都OK 都頗有特色 因為都是黑白色 Z裝備你有沒有訂購 新Z裝備有 舊的沒有 舊的想追戴 但因為我見同事Z裝備的白色 全部都是基本 然後我又覺得這樣要900元就不了了 所以都是追回 不要叫追回你 只剩下新的LV0就算了 是啊 其實我覺得LV0是黃色腰帶 其實是比紫色腰帶更漂亮 所以我都OK 我不會覺得有舊沒有舊會很大影響 我們又層太遠了 好一開球已經是一個光列方 有什麼玩呢 光列方 其實就是這樣 除了身形非常漂亮 好像籃球員 你用籃球員這個比喻 我覺得非常對 他很像 因為他吸了一眼甲 而且全部的甲集中在上半身 你真是整個籃球員 但其實他有平衡 例如前臂 他都時王的 戴上幾個錶帶 然後對腳整個都加粗 所以其實他縱然上半身好籃球員 加上他的頭的面具 即他的眼睛 形狀是放大了頭的 令到他的整體來說是舒服很多 其實我的配色很漂亮 他這個橙色的噴色 成品來說 這個橙色是漂亮的 藍色又漂亮的 近來這一堆全部都用了金屬底來做色 以往是不喜歡的 以往經常都用實色 但你用金屬底的感覺高格調了很多 兩個層次 完全整件東西都升級了 而且你看他這些細分色 你看他的腰帶已經完成了 又有貼貼紙 當然 我這個算不算還要貼貼紙 其實你不如出張貼紙給我自己貼吧 我貼我未必 例如我貼我歪了心甘命底 現在歪了一張貼紙 不要緊 其實江烈芳本身 我覺得站在那裡已經夠型 基本上我都不用怎麼玩 因為我自己未必會換成品 但你現在就有機會給你換方 對,現在就換一換方 其實他的東西裡面 他基本上是把這件江烈芳 向外邊打開 就變回他的另一個叫什麼方 疾風 或者我們現在嘗試一下拆他 因為其實我也蠻害怕的 他肩膀的那顆球很小 所以我也未嘗試換 然後他的胸甲就整個這樣拆 現在就換回這個 立刻頓時瘦了很多 就這樣看也挺過癮的 然後我發現他的肩膀可以這樣玩 依然是跟這個廳廳一樣 我都不禁這樣 我未試過用這個顏色 其實也挺有型的 這個正常好看 先換面 先換藍色面 接著他的肩膀也可以換回那個 那個胸甲也要拆出來 這個歪了的貼紙 歪了死人的貼紙 不過其實也有一句 如果純粹說回這個形態 雖然是TV版的Final Call 但是你一拍下去 算是OVA 那個Majesty真是搞不定 為什麼呢 很醜樣 Majesty 你又是全部都放上去 做一個紅色的斗篷 你想怎樣 鬥牛嗎 又是曬了 而且他的紅色和黃色撞得不漂亮 最主要是整個Majesty的設計 真的不行 一看疾風也好 這個光烈也好 他這個型態是帥哥的Majesty很多 這樣也對 其實我自己 雖然這套東西很好看 一直玩 很喜歡什麼都放上身 然後其實他背部 拆了兩個蓋子之後 都可以讓你在大肩甲的時候 裝上兩雙翼 其實我覺得這樣玩很棒 當然 我們要換肩膀 這個純粹是叫中間形態給大家告人 但這個肩膀真的很恐怖 因為我有一點白化 這麼大? 對 算了我還是不拆他了 大家張遷一下 留意你可以開放給大家看看 哪裡容易出事 因為本身無論手的軸也好 或者肩膀夾的軸也好 其實都很幼 而且都是軟膠 對 變成你真的 你用力量差一點 可能一顆給你拔出來 其實我很害怕 因為他那個力點是有問題的 他那支軸上去波頭是斜的 是斜的 是斜的 所以如果你換件的時候 你硬下去那一下 一用錯力就會斷 而且他的棍是很幼的 所以我現在不敢拔他 不要緊 只是可以裝到的東西 何苦大家幕前想看慘劇 我想大家都不忍看慘劇 可能幕前的朋友很想看慘劇 是不是 沒有了 我不想經歷這個慘劇 所以先把可以裝到的東西裝法 然後這把武器可以變形 剛烈芳 不知為什麼他很鬆 剛烈芳的時候是鋸 然後另外可以換成 好像有點鬆 對 都不是很像這樣簡單 他可以轉過來 裝回來 然後就是這個疾風裝的爪 一隻手拿邊 其實好心你給兩把 給我們無雙 他就是兩個武器 然後我個人很喜歡 總之是有什麼就裝上身了 我們又加上兌液給他 因為正常應該是 拆了換了肩甲才會有兌液 但是基於太危險的關係 已經白化了 已經白化了的關係 因為我收中股 我自己起初沒有訂 所以就不夠膽了 我們隨便轉個圈看看 這一個就是阿嘉的自創方 對 剛力加這個疾風 其實很邪惡 我覺得這隻很漂亮 我最欣賞他在下盤做了多些功夫 把大腿和小腿都加粗了 看上去的感覺真的漂亮很多 更加追近了跟真骨丟的距離 以往拉打唯一最不好的地方就是瘦 即是出出來的SHF全部都瘦 現在近兩三部 全部新的SHF加粗腳 分色和用色漂亮之後 質素真的差很遠 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們很久都沒有玩過拉打 所以這次都挺過癮的 對上一次玩了 SRC 玩了這麼多 待會見